阿公他最厲害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在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情況下 他一直相信我 他一直覺得他自己的孫子會成功 那時候我可能跟他說我要做影片的時候 他很擔心 他說這個OK嗎 什麼他為了我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相信我一次 我一定用盡全力 我覺得最好的狀態去做 我又不想離開家鄉 不想離開家鄉是因為 大學的時候我阿嬤過世 我阿嬤過世的那當下我很難過 我才意識到說阿公阿嬤 隨時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就下一個決定 我會就是說 今天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要花我剩下的時間都陪阿公 對 知道阿公我一定要在他身邊 所以不管是外面有機會還是怎樣 我一定是根流屏東 撐起我的大手就是你 相當謝謝阿公 感謝 今天店是千挑萬選 我還知道他裡面有個小空間可以給我們 是老闆特別把這個空間讓給我們 老闆跟我們是好朋友的關係對不對 其實這一條小街全部東西都吃過 為什麼會選擇這間茶粿阿 因為我知道 古牛是客家人 喔 粿阿就是客家人的一個特色 對 他們叫什麼麵扒板 茶粿就是麵扒板 唉唷 你也知道 我就跟妳講這附近 客家中很多 我們家姐也都會被影響 你看他對於地方故事他都很了解 我就很喜歡查自己住的故鄉 為什麼他叫潮州 我潮州我不知道 那這家店阿 你會介紹我們來 表示他在你記憶中的份量是很重的 很重 他有一個故事 是什麼故事 他以前前面一點是個理髮廳 那個理髮廳是我第五個姑姑開的店 他之前開在這裡 小時候爸爸媽媽工作忙 沒有時間顧了 所以從小會把我丟去補習班 補完之後可能爸爸媽媽還在工作 他在工作的時候怎麼辦 他就叫我究竟走到姑姑的理髮店 等他們來接 喔 對 就是像姑姑有點在照顧的感覺 然後你知道姑姑就很疼那種姿子 然後就會說 阿 會腰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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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隔壁吃這裡炸鬼啊 這樣子 就叫個涼額 我鼓掌都是 會腰咧 會腰咧 會腰... 就是要賺錢 以前一回家有四張口要吃的時候怎麼辦 喔 真的 就是會有壓力嘛 不得已才會這樣子 就是要賺錢 對不對 欸 你說真的你這樣子 現在已經名人了 對不對 沒有到名人啦 因為大家喜歡 喔 名人不一定大家喜歡 欸 對啊 但是他是名人又大家喜歡 因為名人又是大家喜歡的名人 所以 他剛剛講名人不一定大家會喜歡 他是在講 我啦 對不對 大家都喜歡你啦 對啊 但你就有時候出去外面碰到一些 粉絲啊或是什麼 啊你也有時候也是會做自己啦 你也不可能 對啊 什麼什麼之類 對 可是其實我影片上已經 大概就是我 喔 對 他其實是你 其實我試一下就是這樣子 只是有分辨 人家會覺得說 欸 為什麼我平常遇到粉絲 會比較冷靜一點 對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是一個不認識的人 我團天隊那麼嗨 是不是跟他怪怪 你會跟我突然壞去 你知道嗎 欸 對啊 一開始你如果是粉絲啊 你問他可不可以照相 欸 蛇王 你也有誰 拍照 愛跑 我直接拍到死為止 我笨著拍 笨著拍 我趴著眼拍 對不對 怎麼拍 怎麼好玩 怎麼拍 啊 拍起來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我這個粉絲 我就飄妝了 對啊 這粉絲會嚇到 那蛇王我想要問一下喔 你覺得故障是名人嗎 我覺得故障是名人 欸 綜合演藝圈三十幾年的男人 不有名嗎 當初你參加唱歌比賽 直接獲得冠軍 就這樣出道了 喔 是 我跟你講 會唱歌的人多不多 其實很多 但是你比他們厲害哪裡 你紅了三十幾喔 我只能說他運氣真好 對 那蛇王我們今天帶故障來 你的家人會不會很喜歡故障 你阿公應該認識我吧 阿公喔 因為阿公以前是 幹口人 他就是以前就是 埋頭苦幹 日也幹 晚也幹這樣 啊不然怎麼三七八個 欸 對對對 所以他可能對這方面 就比較沒有到很了解 喔 是嗎 他以前不在看電視 喔 真的喔 對 但是 姑姑呢一定是認識的 喔喔喔 畢竟你在那個年代對不對 你像什麼 小旋風一樣 小旋風 大旋風好不好 你就像一股巨風 那你不要認識 對 姑姑認識我有沒有 喔 姑姑認識我 好 那等一下是怎樣 我們去找姑姑 我們等於可以去突擊姑 對 我們去突擊姑 等一下去找真的姑姑啊 我大概大學開始 我就會常常去他家吃飯 喔 爸爸媽媽忙嘛 家裡也沒有煮 就為了省錢 我都去姑家吃 不用結的飯 一吃吃了 六七年 趁飯趁了六七年 趁飯趁了六七年 欸 姑姑是無怨無悔的喔 對 就像是把你撞到自己的家 對對對 他都覺得說 喔 堆一雙筷子玩的沒差啊這樣 那姑丈都不會講什麼嗎 啊 其實 這個事情喔 就是 我不知道你姑丈會不會 我姑丈會 喔 你不知道 其實我會去那邊吃飯 不是說純粹真的沒有錢吃飯 但是為什麼要去姑姑那邊吃飯 其實那個時候 剛好她的小孩都大學 離開潮州 因為去外地讀書嘛 這時候我剛好 可以填補這種空缺 我覺得每天就是讓她看到一個 有一個家人的感覺 在陪她 喔 對 所以 我不是說每天去吃 不要錢的飯 就是也有陪伴她的意思 喔 然後你也讓她煮一點東西 讓姑姑覺得我今天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蛇丸要回來吃飯 欸 對 欸你真的很有心耶 欸你這個好感人喔 這個有在節目中講過嗎 沒有啊 我都只有講到說 欸 我去姑姑家吃飯 但是大家都說 啊哈好好笑啊 這姑姑家吃了六七年什麼 但是背後的語音其實是這樣 欸你真的 啊 當然我們現在就很回饋姑姑 有空 姑姑想吃什麼 車載著就去 想吃什麼 我剛剛說 現在只要是吃的 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一萬兩萬三萬四萬五萬OK 姑姑你想吃 我都花得起 你真的真的想 姑姑這樣想吃我都花了 不是說花得起花不起的問題啦 就是 我捨得為你花這個錢 你這個至少你沒有忘忘了 嗯 你還回頭來照顧姑姑 這個真的是 嗯 我覺得長輩 第一個你要陪伴他 第二個就是少讓他吵還 而且你要投其所好 對對對 你知道老人家他們想要就是 讓人家覺得說 他的孫子很成功 要出去等 對對對 我孫耶 孫完耶 所以我自從開始賺錢之後 我就覺得說 父親節 阿公生日 對 過年 吃飯啊什麼 我都全包 然後阿公就說 你看這個孫啊 從小養到大的對不對 終於有今天 有這種能力 阿公要的就是這個 其實 會很感慨 因為那時候 出去工作嘛 像大家那樣新鮮人 都遇到一些挫折啊 也是會有一些黑暗期啊對不對 翻來翻去 差點翻不起來 所以我覺得阿公他最厲害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 在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情況下 他一直相信我 他一直覺得他自己的孫子會成功 他覺得說 今天可能大家會看不起你 但是你不要怕就是 阿公一定挺你 阿公從小照顧你到大 他說你這個個性 以後就是缺個機會 你的個性好 以後遇到好事情 你就會抓住 你就會一飛衝天 他會有這種想法 小時候我都覺得這是幻想 那時候我可能跟他說 我要做影片的時候 他很擔心 他說這個 OK嗎 什麼他為了我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相信我一次 我一定用盡全力 我覺得最好的狀態去做 我又不想離開家鄉 不想離開家鄉是因為大學的時候我阿嬤過世 我阿嬤過世的那當下我很難過 我才意識到說阿公阿嬤隨時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就下一個決定 我會覺得說 今天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要花我剩下的時間都陪阿公 對 只要阿公我一定要在他身邊 所以不管是外面有機會還是怎樣 我一定是根流屏東 因為照顧就近 這樣子撐起我的大手就是你 相當謝謝阿公 感謝 阿公的力量很大 真的 謝謝阿公 姑姑煮的每樣菜 我都特別喜歡 就是冰箱有時候會有一點味道 有時候那個菜喔 超過兩天就不要再冰 拜託 真的是太誇張了 但是除此之外 謝謝姑姑 我們出來做影片之後才知道 買菜有多貴 這六七年來 一句話都沒有提到過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貴 對不對 人家說一飯千斤 現在我用我的餘生去照顧姑姑 所以姑姑也不用擔心 以後我也好好照顧你 跟阿公 嗯 yeah yeah 還好以前那個飯 好 給他吃的是有 煮的蒜好吃 真的今天謝謝你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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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故事講出來而已 謝謝 其實我跟大家都一樣 一定背後都會有 比較不開心的故事 對 就是沒有人會是輕輕鬆鬆 嗯 哇 蛇丸謝謝你願意跟我們分享 那麼多 抱不住喔 好多好多 有把我玩到嗎 你這樣抱到我阿公 有一個阿公的眼 哈哈哈哈 第一次剛換我阿公的眼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真的嗎 老人欸不是不好 那是懷念的味道 懷念的味道 每一段歡樂表演的背後 必定都有不為人知的心酸 透過這次和蛇丸的潛心交談 除了笑聲不斷之外 更多的是刮目相看 這孩子雖以歡笑為己任 但在言談之中 仍然透露著 家人永遠擺第一的那份責任感 以他最簡單 最純樸的方式 愛著他的家人 這盤超規啊 不單單只是好吃而已 透過它 讓我們能更清楚的了解 這位歡笑大師的人生軌跡 這是屬於蛇丸的記憶 一個潮州依納記憶中最美好的味道